我说你拍花钱鼓子不是跟赵丽颖挺好的吗 我说你就跟他表白啊 真没想到梦华路里的大渣娜欧阳旭 竟然和赵丽颖还有过一段 在2018年我家那小子上 徐海乔妈妈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大胆地揭开了儿子的秘密情史 节目中徐妈为了催儿子谈恋爱结婚 丝毫不掩饰地透露出当初徐海乔和赵丽颖 合作拍摄花钱鼓时的秘密往事 甚至还透露出徐海乔和赵丽颖同住一个小区的事情 或许是怕儿子不好意思开口表白 徐妈又给他支了一个照 这段话已经曝光 也让赵丽颖和徐海乔当即便登上了热搜 其实别看徐海乔长着一张鲜肉脸 但其实她是83年出生的 现在已经39岁 至今还没有女朋友 也难怪徐妈会着急 甚至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爆出 徐海乔之前在某部剧中和该剧的女一号交往不错 凭借那部剧 女一号大火了 可徐海乔依旧不温不火 之后女一号又去上了大学 而徐海乔也一直没找到机会表白 此爆料一出 具有探索精神的网友 当即便扒出了那位女一号 就是当初和徐海乔搭档叶天字的宋祖儿 由此可见 在爆料儿子私生活这件事上 徐妈真的是功不可没啊 虽然现实生活中还是单身 但徐海乔在梦华路中 也算得上是大赢家 因为花痴而逃过网爆的 徐海乔绝对算得上是第一人 最近在电视剧梦华路中 徐海乔饰演的渣男欧阳旭 是一个妥妥的龙颈男 一边哄骗着罩盘而假装生气 另一边又想去当达官贵族的上门女婿 正当网友在位欧阳旭的心机 去严肤是为了功名不择手段 准备将角色上升到真人发泄心中的怒火师 可到现实中却发泄 怎么也下不去口 因为在剧情刚播出的时候 作为当事人的徐海乔 竟然是全网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吐槽 渣男欧阳旭的 虽然在剧中的欧阳旭 是个妥妥的坏人角色 怎么看都不顺 但是在现实中 徐海乔却是刘亦菲的小谜底 其实刚开始徐海乔是没打算摇杨旭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角色太坏 但后来听说女主是刘亦菲 当即便同意了 虽然她是一个特别渣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想说那第一次渣 是不是就 之后她不仅曾多次在网络上 表达自己对刘亦菲的喜欢 还成了全网唯一一个 带头磕赵盘儿和欧阳学的CP粉 用她的话来说 就算是玻璃扎里找糖吃 也是快乐的 对此网友都纷纷嘲笑道 看她笑得不值钱的样子 我真的会笑 在孟华路剧组连线时 其他人发言时 徐海桥静静地坐在那里 无动于众 可等到刘亦菲开口时 她立马露出痴汗笑容 甚至还不由自主地 把脸贴到屏幕上 这个得特别值得 那个的说一声 这个是刘亦菲主动家的我微信 喂 你今天杀青了 我还很高了 我说对 徐老师咱们加个微信吧 哇塞 虽然很多网友都调侃徐海桥 痴汗不值钱 但我也想说一句 那可是刘亦菲啊 怎么能不让人激动 看到陈情令的爆火 不知道徐海桥有没有后悔 当初拒绝陈情令的邀约 2019年夏天 陈情令的爆火 也捧红了肖战和王一博 两位新生代演员 其实陈情令的选角 可谓是一波三折 最初选定的角色 并不是王一博和肖战 为了拍这部剧 导演组找了很多小鲜肉 因为是单美小说改编 再加上古装玄缓题材 不容易过神 所以再找演员时 一线演员都纷纷拒绝了 这种题词啊 二三线演员有想接的 但是怕拍完之后 会影响自身的定位 大多也都是在犹豫的状态 兜兜转转了好久 也换了不少演员 最终在2018年3月份确定下来 肖战饰演魏无限 而蓝旺基则是凭借花千古爆红的徐海桥 但没想到没过多久 蓝旺基就变成了王一博 据说当初是徐海桥词演了陈情令 而之所以选定王一博 是因为制片人 在见到王一博的第一眼 就确定他是蓝旺基 因为他自身的冷酷气质 非常符合蓝旺基的形象 不得不说 导演组的选人眼光真的很不错 肖战和王一博 极大成分地还原了小说原主 可称为了该年最爆火的剧 虽然徐海桥错失了一次爆红的剧 但凭借他专业的科班出身 以及十分扎实的演技 想要再度翻红 也不是什么困难事 如今他凭借孟华录再次翻红 过去的遗憾想必也抛在了脑后 毕竟他的福气还在后面 感谢观看